鳄鱼是爬行动物 因为它们属于爬行缸 作为爬行动物 鳄鱼符合爬行动物的诸多特点 比如 从运动方式来看 鳄鱼采用在陆地上爬行前进的方式运动 再比如 从繁殖方式来看 鳄鱼所采用的卵生方式 也跟大多数爬行动物相同 再者 爬行动物一般都是变温的 鳄鱼也是变温动物 鳄鱼的身体有鳞甲覆盖 这也符合爬行动物的特点 鳄鱼是爬行动物吗 鳄鱼属于几所动物门 爬行缸 因而是脊椎动物 也是爬行动物 作为爬行动物 鳄鱼符合爬行动物的一些关键特征 比如 爬行动物的运动方式是爬行 在地面上可以匍匐前进 鳄鱼同样采用是爬行的方式 它们不止可以在陆地上爬行 还能在水中活动 它们会游泳 再比如 爬行动物大都是卵生动物 而鳄鱼所采用的方式也是卵生 雌性和雄性的鳄鱼会在水中交配 之后雌性的鳄鱼会到岸上去产卵 将卵产在自己挖的坑中 还有 从体温来看 爬行动物一般都属于变温动物 体温是无法一直恒定的 鳄鱼也是如此 它们也是变温动物 从外观特征来看 爬行动物的身体上 一般都有一些鳞片或者角质版 鳄鱼也是如此 它们的身体表面有比较明显的鳞甲 可以用来保护它们的身体 可见 鳄鱼作为爬行动物 符合爬行动物的诸多特征 鳄鱼是两栖动物嘛 上面已经介绍过 鳄鱼属于爬行缸中的爬行动物 而两栖动物跟爬行动物是不同的两种动物 二者是不同缸的 因此属于爬行动物的鳄鱼不可能再属于两栖动物 鳄鱼跟两栖动物相比 有一些地方是不同的 比如上面提到过的所属的缸是不同的 分别属于爬行缸和两栖缸 另外 从呼吸方式来看 两栖动物的右体一般用腮呼吸 而成体则用肺或者皮肤呼吸 但鳄鱼属于爬行动物 一直用肺呼吸